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非常甜美的一款就是简单的 它里面也有非常细小的一个花纹的这样的毛线勾织 然后呢我们会先从这个毛线的勾织 这个毛线先给大家进行介绍 然后它是来自我们的Fairy Line这样的一个毛线 适合的是比较细一点的构针 整个是150克然后是370米长 然后它的颜色的话呢非常的甜美 是这种软绵绵的一种的这种粉色 然后桃红色还有橘黄色的一个渐变色 非常的棒 然后里面是72%的这个棉以及28%的人造纤维 那它这个的话呢是适合的是4号的一个勾针 我们会用到稍微粗一点点的一个勾针 然后的话呢给它去开始进行勾织 然后我们是先要先从这边开始勾织 大概是先勾织个15帧左右吧 我们这边是先去把它的线呢是去给它勾织起来 3帧 然后4帧 5帧 6帧 7帧 8帧 9帧 10帧 11帧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总共的15帧了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话呢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按照它这样的一个办法 然后我们是把它先头上的两个是去给它先空过来 然后再在它的第三个这样的一个勾针里面去给它这样绕过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是去给它这样勾织过来 这里也是要有两个去给它放过来 勾织 然后再继续的给它勾织 这里呢是给它空两个 然后再继续 这里是要有一个固定针 然后这里呢是第二针它的一个固定针 我们这里还有三个是真实空下来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最后的一个去给它这样勾织过来 那我们最开始的话呢 它是把它的最开始的这个头上 我们是没有给它勾织过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尾巴上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收尾 然后这里给它织过来 然后这里给它织过来 然后最头上的地方我们是去给它这样织过来 然后我们是在这上面的话呢是去把它这样反过来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是在这个线里面 我们是去给它再这样给它织过来 然后在这下面的话呢是去给它拿过来 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办法去给它继续 然后这里是加两针 然后再继续 稍微再拉一下线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有它的最后的一个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是再去给它进行往上勾织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是在它的上面 可以去给它再给它勾织进去 然后它这排每一个 然后我们都是从右边把它勾织到左边 然后最后的话呢去给它做一个收尾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整个是怎么样去给它勾织过来的 那我们这边呢是把它稍微的拉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线的话呢 是更加的明显一点 当然了是最开始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小的包包 然后再继续的给它进行一下的勾织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一排又是给它勾织好了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 这两个也是可以给它勾织的特别的这个紧 或者是松散一点 都是按照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都是可以给它重新的再进行勾织一下 我们从这边呢 再继续的给它进行一下的勾织 然后我们这边呢 是继续的多勾织了几针 可以看到它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变化 非常好看的 有点像我们小菊花一样的花纹 都在上面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有它的一个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它也可以让它这整个的话呢 非常快的就能够给它勾织出来 那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